每年十一月 年储河水位下降 露出沙滩 这天河滩上来了两名访客 张继鸣和他的学生 他们看上了河滩上的泥沙 期待利用它们改变现有困境 白朗县种植蔬菜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后 二十多年来 从零星种植的几块浅异地 发展成现在的一万多亩大棚 张继鸣作为山东省原藏技术人员 从小张熬成了老张 几乎和白朗的蔬菜产业一同成长 但土壤经久利用 部分土地板结严重 土传病害凸显 张继鸣必须找到纾困方法 张继鸣和学生们挑选了三种 不同类型的沙土进行试验 老师这个搞好以后需不需要浇水 今天不需要浇 但是从年初喝 才来的啥子 所以说明天后天可以浇水 今天不必要浇 四天后如果种子顺利发芽 即可验证张继鸣的猜想 本地沙土适合种植 沙培将迎来广阔前景 亚多吉是邻村的村民 一直跟着张继鸣学习种植技术 蔬菜出现病害 亚多吉需要老师的帮助 在白朗县超过一半的蔬菜种植户 都是张继鸣的土地 学生的每一个问题 张继鸣都会轻力解决 这下院里是专业制 经济符合早一顶晚一顶 管着叶子增大 这下院 严重的话就这样 这个啥 手势手势 我给你一块去 好不好 凌晨三点 亚多吉忙个不停 一小时后 早市开门营业 亚多吉需要准时到达 不善推销的亚多吉有些拘捷 但市场交易的热潮 很快冲淡了他的局促 6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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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醒了一位饭店经营者的关注 亚多吉的蔬菜被采购一空 在科技路菜市场 每天活跃于此的菜农有300多人 日均交易量超过20吨 日均交易额达到100多万元 依靠贩卖蔬菜所得 占据了全县农牧民收入的四分之一 白朗县正逐步成长为 西藏最大的蔬菜零售和批发基地 老师 我的那个西红石那个叶子红色那个 我看到的冲鸣没有 其他的问题是什么 亚多吉家的番茄已经进入成熟期 任何微小的病害都将带来毁灭性打击 张继鸣在天间地头摸爬了几十年 一眼看出了症结 你看这个西红石啊 这个西红石确实长着黑头症 叶子枯黄 全是照料经验欠缺导致 等待新叶蒙出 亚多吉还有维持产量的机会 口感确实不错 那这样咱上那边看一下 转转 转转看看 转转看看 现在这个边多 我记得这个 2001年那会儿啊 满圆番茄勾起了张继鸣脑海中 遥远的记忆 二十年来 白朗县的蔬菜品种 从原来的仅有两种 发展为今天的136种 番茄早已成为其中 稀松平常的一个品种 第六天 种子仍未蒙出 沙培替代种植的设想 暂时搁浅了 他知道有些收获 需要等待和时机 张继鸣又培育出了 一批新的辣椒羊苗 今天这批羊苗 将无偿提供给种植户们 二十年来 一批批像张继鸣一样的 山东原葬干部和人才 驻扎白朗 他们致力于拓展蔬菜品类 不断充实白朗百姓的钱袋子 也在不断丰富着 高原人民的饭桌和滋味